这就是Victor,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成都宝可梦的四页乐赛 本次乐赛是采用了线上线下结合的比赛机制 所以说也有一些不在成都本地的聚集 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了本次比赛 我们先来看瑞士轮第一轮的比赛 主视角就是我们的司令音,对面视角则是魔码 本次比赛所使用的规则是一个双神规则 就是在排位单神规则的基础之上 可以再多携带一只一级神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看主视角司令音这边的队伍 妙花,然后多边兽二型,盖奥卡,煤炭龟,苍翔以及雷电云 那么是一个晴雨队 然后携带的神威是盖奥卡的苍翔 然后对面视角魔码则是使用了杰克罗姆,突英纳 然后黑马王,然后爱管事,轰雷金刚星以及巨金怪 魔码这边是一个黑马王加上杰克罗姆的队伍 那么之前是有一个类似的构筑 那么在同样规则的阿长杯是打到了亚军 我记得也是黑马王加上杰克罗姆 那么它的一个核心思路是可以通过黑马王的一个先手黑物 那么来清除掉杰克罗姆的能力下降 因为杰克罗姆作为一个物攻神是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威吓 然后像抛下狠化之类的技能的限制 那么有黑马王的黑物帮助是可以让杰克罗姆保持在一个最高火力进行输出 看一下双方选手这里会选择怎么选出 最终的比赛是BO1也就是一局一胜 好这边魔马选择的首发是杰克罗姆以及爱管士 那因为401是并没有携带威吓首的 所以说魔马可能认为没有必要去首发黑马王 401这边的首发则是多边兽加妙娃花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空间情首发 那么杰克罗姆这里并不知道杰克罗姆是否有携带极具飞冲这样的技能 有极具飞冲的这样技能的话那是可以克制妙娃花的 不过面对可以开启把空间的多边兽选择飞冲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胆量 多边兽在这个位置能跟妙娃打出的配合也是非常多 像直接打交换场地然后灭草或者说妙娃去选择催眠粉都是有可能的 这也是妙娃的厉害之处 就是他可以急剧去打地域灭草 也可以用催眠粉来限制你 最终的爱管是如果不点靠妈的话 万一直接被这个杰克罗姆直接被妙娃先手睡的话 那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妙娃这里如果说多边兽可以切一个煤炭龟上来的话 那有叶绿素特性的话那是肯定比杰克罗姆要快的 这里就看一下魔马这里会怎么应对吧 这里杰克罗姆直接选择了换下 换上的是后排的突英娜 这个突英娜是一个精神种子的突英娜 这边是提升了一级特防 好这边斯雷英选择极具妙娃应该是 那是选择直接去打灭草来压血 魔马这边则是选择用这个后排的这个突英娜 那么提升特防之后来跟主持角这边来打一个消耗战 就是打极具叉 先把你的三合极具拖过去 这边一发地狱灭草打掉了爱管师大概六七成的血量 爱管师是选择魔法火焰打到苗胞身上伤害不高 但是降低一级特攻 果然是这边就是想打一个继续叉 好 对面是用欺诈 这边是打到爱管师的身上 没有能够打死 因为这个欺诈虽然是克制 但是以对方的武功来计算伤害 这边打一个 武功表 第一代管师是没有打死 这边配合地狱灭草 也是没有能够带走爱管师 这个爱管师下个后还可以再干一些事情 如果四零一这里不击杀爱管师的话 喵花很可能还要再吃一发魔法火焰 或者是广于战力 其实都是蛮伤的 尤其是四零一这边可能拿 魔马的突英纳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突英纳吃了一个精神种子之后 喵花这边还特种简易 应该是完全打不动 突英纳自己也可以大声咆哮 可以语气 然后来跟这边消耗 魔马这边是换下爱管师 不想卖在这里 换上了后排的轰烈金刚星 这边轰烈金刚星也是可以抵挡 喵花的草系技能 但是万一这边是毒系技能的话 就伤会比较高 这边苏联也是换下了多边兽2 换上了后排的苍响 那么是想用苍响来压制 魔马这边的突英纳 因为这两只各攻手都打不过突英纳 这里就上苍响来的 苗花这边打的是极大地 那想提升一下特防 这边打到轰烈金刚星身上 抵抗啊 所以没有什么伤害 突英纳可能会选择大喊 突英纳这边大声咆哮 继续去降低苍响的特攻啊 这苍响已经是一个-2了 那好处就在于这里苍响可能可以输出一回合 不过轰烈金刚星也有一手机长骑骑 可以限制苍响的行动啊 这里看双方选手会怎么抉择 这里轰烈金刚星如果去拍苍响的话 可能就要被苍响打一下 不过降了两级特攻的极体酸毒 伤害应该也不会特别高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里想要保住突英纳的血量的话 用机长骑骑限制一下苍响的行动是比较稳的 这苍响的位置就比较尴尬 可以去酸毒打一下轰烈金刚星 或者继续用大地给苍响提升特防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 主要是苍响这里由于被降了两级特攻 基本已经输出是很低的 酸毒打着轰烈金刚星也是不可能过半的 这边轰烈金刚星果然是拍了苍响 要保保这个突英纳的血量 苍响的鸡酸毒 这边是打轰烈金刚星的位置 如果所说是不可能过半的 这边提了一段特攻 把特攻回到了一个减一的状态 而突英纳这边是开了一个顺风 那么感觉魔马这边是要开启自己的攻势了 因为这里已经是 妙娃花集聚的最后一个回合了 这里妙娃花集聚结束 那魔马这个集聚杀也是成功的打了出来 401这边的极具妙娃花并没有能够造成足够多的伤害 魔马这边还是四个人头健在 那后排我们知道 魔马的后排是爱管士 加上杰克罗姆 也是只选出了单神 并没有去选那个黑马王 因为黑马王可能 面对这边的空间走不是很好打 主要是很难打多面兽二 这边好消息是 司令音的苍响终于有了 可以去进行输出的机会 这里对面两只 互联金刚星和 推纳对苍响都没有任何威胁 这里可以 拒终点乱卡 好这边魔马 换上了后排爱管士 这边改下 改下场地 可以一会儿 互联金刚星再上来的话 可以相当于重置一下青草场地 司令音则是换下了苍花 换上了后排的多面兽 因为苍花的特攻 已经被降低的太多了 这边 对面在开了顺风之后 这里换上多边兽 来开一个技法空间 来反制对面的顺风 也是很合理 不过要小心的是 对面通音娜 也有可能会有挑衅这种技能 苍响这边点的续发替身 那么在替身之下 魔马就更难处理苍响的位置 这边同时 如果图音娜没有挑衅的话 也是很难去阻止多边兽 吸法空间的一个开出 不过 401这边要不要开空间 其实 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因为对面虽然说开了顺风 但是已经消耗在了两回合 顺风只剩最后两个回合 而多边兽一旦开空间的话 那就是还有四回合空间 而苍响本身的速度 是比杰克罗姆要快的 所以说 如果等对面顺风结束之后 那么空间还没有结束 苍响是比对面的杰克罗姆要后出手的 所以说这里多边兽是不是要开空间 也是要考虑 不过对面还是没有去上 那个 没有去上杰克罗姆 还是上了这个互联金刚星 那么要注意的一点是 这里由于仓墙有这个替身保护 所以说不会被 不会被机场机器畏缩 这里可以 可以打一发技术战 那打谁其实都不错 这里可能更倾向于去解决掉 这个赖场能力更强的突音娜 因为突音娜是有一个语期的 然后你不解决掉她的话 她这个顺风一轮一轮的开 互联金刚星相对来说 对己方的这几只威胁都相当小 我们看到后排是喵花煤炭龟 这边都并不怕互联金刚星 对面这个星星选出来是针对己方的海黄 不过司令一是并没有选海黄 同时司令一这边最后一只还并没有暴露 对面是并不知道这边最后一只是煤炭龟的 不过这边就是把多边兽换了下去 换上了后边煤炭龟 可能是不想吃互联金刚星的这个拍落吧 也不想吃挑衅之类的技能 好 这边互联金刚是去点村木锤 那么锤到这个替身的苍响身上能不能打掉 应该是可以打掉的 好 突音娜这边是欺诈 欺诈的苍响 哇 伤害这么高 伤害真的是非常高 因为这个苍响它是有这个一级物攻的呀 所以说虽然说这个伤害减半 但伤害也是非常高 这边苍响巨兽斩 好 直接击杀掉后连金刚星 还是没有去选择打突音娜的位置 那这边感觉是杰克罗姆上场的最好机会了 这里顺风还在 杰克罗姆是拥有对这个苍响的一个先手优势的 不过如果所说顺风其实只剩一回合了 那这里 母马想要继续去保证出手权的话 应该还是要保证这个突音娜的存活 这突音娜是不能死的 突音娜死了的话 这个杰克罗姆就后手这个苍响了 不过其实好像问题也不大 因为斯列印的苍响是 可以看到没有带嬉闹 没有带嬉闹的话 也不能够直接对杰克罗姆造成一个致命伤 顶多是打残 一个技术斩顶多是残血 而是不可能打死的 斯列印这边苍响从配置上来看是一个HB 然后干扰型的那种煤炭龟 HB干扰型的煤炭龟 是渡火哈欠的这种 好这边摩马是选择了杰克罗姆的几句话 这边是拥有新手激发 激杀苍响的机会 但斯列印显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要么是守住 要么是换走 是不可能卖在这里 果然苍响是点雷手守住 这里应该是脱掉顺风的最后一回合 来自杰克罗姆急去闪电 不过这边是打的煤炭龟的位置 呃 伤害相当不错 看样子是个命运的应该 开了一个电场 那果然是命运的一个杰克罗姆 这边煤炭龟吃了自己的一个文诱果吧 推纳继续用欺诈去打苍响的位置 煤炭龟这边是点雷手渡火 可能是觉得对面有可能会趁着这个顺风最后点个飞冲 不过对面没有去点飞冲 这个渡火打上来也是没有任何伤害 那这边苍响呢 现在是拥有一个凑走拳 这边如果去试图 呃 这边倒是应该是可以先手 巨兽斩去打这个突云娜 不知道能不能打死 可能差不多吧 因为突云娜的耐久还是不错 不过这里不是满血 不是满血的话 可能吃巨兽斩会有点困难 不过这里打巨兽斩 也相当于是把苍响跟这个突云娜一换一了 因为肯定是会被杰克罗姆下一发几闪电打死 这边是不可能放你这个苍响在行动一回合 好来自苍响的巨兽斩 这边是应该是砍突云娜的位置 哦没有打死 胜利一死去 来自杰克罗姆的几闪电 这边是打苍响的位置 呃那么完成了击杀 哦突云娜这边没有被打死 只有开了第二轮顺风啊 煤炭龟这边是补离发铺鸡 把这个突云娜补死 但是对面的顺风已经开出来了 不过其实这个顺风还是有意义的 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呃这边还有一个晴天苗花 晴天苗花的话 如果不知道能不能快面 快过对面的顺风杰克罗姆 因为这考虑双方的这个 呃努力值 种族值的话肯定是杰克罗姆更高 但是双方不一定都是拉满速度的 这边 思练鹰还是可能觉得这个苗花没有对面的电龙块 这边是换上了呃多边兽 对面是锦盛作为一只杰克罗姆 原来这边呃人头都已经被削完了 那这边多边兽应该是可以去开一轮空间 杰克罗姆这边电场局闪电 打到多边兽二的位置 应该是打不死的 啊打死了 哦CT了 这里不CT应该是打不死的 不CT的话应该是打不死的 应该是打不死的 这边空间没有开出来 没能够铺鸡 那这边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这个苗花其实不一定有杰克罗姆快 假如说这边是一个急速苗花 而对面这个杰克罗姆比较慢的话 那苗花倒是有可能先手 但是先手的话 这边有大地之力吗 这边苗花是带大地之力的吧 有大地之力 这边看看能不能先手大地之力去打一发 对面顺风还要两回合 这边是没有办法拖的 也拖不了 因为这边苗花没有带守住 只能打 只能大地之力打 没有别的选择 大地之力加铺鸡的双点 没有什么别的操作余地 杰克罗姆这边应该 如果是速度过快的话 可以先手把苗花打死 结果罗姆速度是更快的 这边是一发双翼 非常不错 没有miss 这边把苗花踢杀 看看没弹龟铺鸡 能不能打一半以上 这边命运扣血 没弹龟铺鸡 是还不错 那再补一发铺鸡 感觉就可以打死了 这边其实关键在于 看这个煤炭龟的血量 还能不能接下一发 电场的这个 不知道是雷击 还是交错闪电 这边电场还有几回合 不知道还有几回合电场 这边反正守住 先拖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没弹龟的守住 这个我们这边带的技能是雷击 那雷击的话 命中率是不满的 这边是有可能miss 这边电场消失了 电场消失的话 感觉没弹龟是有资本 扛下一发的 这里反手用扑击去 把对面打死就可以了 不过好像主视角 有点折磨打法 点了一个哈欠 不哈欠应该也没什么区别 什么雷击 果然是可以吃下 麻痹了 还是哈欠出来了 但是这样就有点狗了 这里如果点铺击就赢了 这点哈欠的话 万一一会儿麻痹不能动 这个守住没点出来 就尴尬了 手住出来了 那应该还没什么问题 来自杰克龙姆的A机 好这边对面是进入一个睡眠状态 那其实也 现在截肢也没有定 因为这个麻痹是有无限可能 它可以无限麻痹下去 同时这个睡眠也是有可能去醒过来的 也不好说 不过第一回合是避睡 这回合是避睡的 这回合只要不麻痹就赢了 煤炭龟因为身体麻痹而不能行动 那这回 杰克龙姆就有30%的概率去进行一个秒醒 杰克龙姆醒过来了 杰克龙姆的龙爪没有 太遗憾了 我只能说太遗憾了 这边 磁林的运气确实差了一点 刚才这个多边兽被CT 然后煤炭龟被雷姆麻痹 然后这个 对面还这个秒醒了 只能说运气太差了 不过也是 主要是401太菜了 刚才如果打扑击的话就赢了 就是还是给伏笔了 那没什么办法 那这边恭喜摩马是拿下这个瑞士